每年大假骂绕镜 总吸引上万信众钱来参与 因为民众踊跃 所以也容易发生意外 根据统计 民众求救医疗站的主要情形 依序是嚼起水泡 感冒和肠胃炎上吐下泄 而比较严重需要送疫的急救前三名 则是失裂伤及鞭炮炸伤 被车撞到骨折和中暑等伤害 这些疾病的话 有很多都是可以预防的 像车祸的话 就是你夜间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个灯光 因为那很多像原厂乡 那个乡下地方的话 没有路灯 所以你身上最好装一些 自发光的灯具 反光背心将会减低 被车子撞到的机会 那常委员就是要注意 他那个食品安全 然后至于感冒的话呢 就是下雨天要穿雨衣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要注意被盖 因为早晚的问差很大 除了绕镜途中要注意突发状况 在绕镜前的准备也不能吵衰 医生就提醒民众要记得 携带健保卡 千万别穿新鞋 准备慢性病备用药 而在途中也要多喝水 补充水分 做好防晒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三点 就是第一 要带健保卡 因为如果你有其他 比较重大的疾病 比如说骨折那些 我们后送医院的话 他会需要拿你的健保卡 你要再请家里面 从家里面带回去退款 这样路途遥远 所以比较麻烦 第二个是 救护车上只有急救药品的话 所以平常民众如果慢性病 像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的话 一定要记得携带你的那个药品 因为救护车上面 没有携带糖尿病高血压的这些 它通常只有急救药品 然后第三个就是 就是水泡的问题 就是尽量不要穿新鞋 然后不要穿凉血脱鞋 这样那个 那个才不容易骑水泡 谨记医生提醒 做好健康管理 另外 最近天气不稳定 有医院参与绕镜的民众 也千万别忘了 攜带雨具 遮阳挡雨 再配合轻松愉快的心情 相信今年的大甲妈绕镜 一定可以平安圆满 记者王志炫 台中采访报道